参考点 我们在一个平面上建立一个点作为一个参考点 那么这个命令常在插入 参考几何体 点 你看这个点我们这不就可以来确定吗 我们在这个平面上的中心 平面上的中心就有一点 平面上的中心或者是设置我们距离 通过设置距离已知的一个点 通过通过已知这个点 你像我们这里选择一个参考的基准的 参考试题 我们选择这个参考的这个边线 还有这个边线 那么这两个边线自然就有焦点 有了焦点 那么有了焦点 这就是我们一个参考点就生成了 你通过这个参考点 你可以继续生成其他的参考点 有了这个点 我们来均步一下 均步分布 你看我们这里在这个边线上 均步分布四个 这一点确定 就是生成四个 四个参考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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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